不要動 警察 不要動 都不要動 來 外擋 外擋 警察 來 過來 警察騎車都還沒停下來 直接呵斥要站在小客車旁邊的 三名男子不准動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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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電的 不是電的都趴下 不是電的都趴下 乖乖配合警察高分被失吼 這才僵人壓制 眼前這幾個人來保養場要修冷氣 但另一個目的 他們是詐騙集團的監控手 警察在大街抓嫌犯 不只驚動保養場人員 目擊民眾也嚇到 拿起手機拍攝影片 以為是抓到什麼現刑犯 真實情況是埋伏抓詐騙集團 控制嫌犯門後 出動兩輛警車到現場 將人帶回派出所 加入股票投資群組 並揚稱短期投資 即可獲得高獲利 在於抽中股票的利益 原來嘉義警方先破獲另一起詐騙案 抓到了車手 進而發現高雄鳳山一名富人 誤信加入投資APP 前後被騙了一千兩百萬元 直到警察告知才警覺受騙 事後同意配合警察 調出詐騙車手 假裝交易兩百零八萬元 警方趁勢收網 除了抓車手 也抓到監控手 一共四名嫌犯 詐騙集團分工 監控手想一邊監控車手交付現金 又跑到保養廠修冷氣 殊不知警方早有掌握 車子才剛開進來 冷氣都還沒開始修 通通被帶走先進警察局 TVBS新聞埃遭嫌裝聖雄如品浩 高雄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